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上星期就帶了爸爸媽媽快閃越南河內三天 然後今天就想著分享戰利品 不要看那麼大袋 應該很快就分享完了 因為不是很多東西 這次真的連購物狂都要舉白旗 要投降的地方 購物肉是極低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買下買下都有這麼多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在越南河內有什麼好買就繼續看下去 完全沒想過在越南買到三件 TOTO買了三件 一個是套裝 它是一件非常普通的背心 是這樣的 然後再加多一條運動的短褲 這樣一套 70元就超划的 真的穿在樓下扔垃圾 然後做運動 在家裡穿 都非常之好 然後另外一件 就是一個灰色的 它是有少少連身的感覺 因為它是那種 下面你就穿著條褲裙 它不會整件衣服去扯出來 它就會是連著好像一個泳衣一樣 然後它上面 就會是造舊了的灰色T恤 然後中間這裡是有個小小的洞 有小小的性感 然後下面這裡也是可以這樣開出來 但是穿出來的時候 就不會說很暴露 這件衣服都是80元左右而已 所以兩樣東西 三個加起來都是150元 因為今次同行有爸爸 他是不喜歡 沒有興趣陪我購買的 所以行程方面 我就沒有安排到一些很購物的地方 然後就只有很少很少的一些新外物 例如幾件衣服 還有就是有這個 它是室內的香薰 超美的 如果沒有爸爸媽媽 我應該會買很多 但是他們站在後面 用一個眼神的攻勢看著我 我最後只買了這個 這個味道我記得是非常優雅的 是很適合放在客廳 現在我開不了 不開了 總之它這個樣子是很有質感 再加上黑色的這些條條 放下去就會很漂亮 但是真的覺得它比較偏貴 在越南 我發現 比我想像中 買東西 是沒有那麼便宜的 我以為好像泰國這樣 大開殺戒 也不算的 但是 都被我發現了一些便宜的東西 去到買家品 因為跟家人很多時候 走超級市場 一些比較家庭用品的地方 我看到兩個襪子 非常有趣 它很漂亮 它的顏色是粉綠色和粉紅色 它們是這樣按 然後就可以開 裡面是有隻匙巾的 我覺得很方便 而且也很漂亮 它減價是大約十多二十元 是越南製造的 所以就買了這個 是按的 這個就是平時旁邊這樣拍的 裡面有個格子 很適合洗完水果 然後有些小的蔬菜 車尼茄放下去 就可以隔水了 這個網 其實還買多了一個水瓶 很漂亮很漂亮的粉紅色 它的容量是350ml 可以放到100度的水 然後大小輕鬆入到小袋 非常適合我 然後全部都可以放進口 首先是這個 有越南go-diver之稱的 一個朱古力品牌 我是去了他們的專門店 旗艦店買的 有這一盒是一個 好像橙皮 還是金桔皮 然後包著朱古力 是挺有趣的 然後有這兩個 是咖啡味的 然後有一個是薑味的 我自己很喜歡吃薑 還有一個是脆脆米的味道 它有很多不同的系列 我就買了這幾個 還有它在那間店 可以馬上買一些朱古力飲品 它是用這一包裡面的 一個朱古力磚去沖 我就買了 是貴的 這一包要百多元港幣的 裡面是不知道只有十多粒而已 還有最後就買了這一瓶 它是朱古力花生 這一瓶是我沒有記錯八十元的 這個很好吃的 讓我吃一顆 這個我是買給自己的 它是玻璃瓶 它是很鬆化 打算放在這邊 家裡鄰居上來的時候 就可以一起吃 不會很甜的 然後朱古力的味道是很濃的 所以我也覺得它是一個不錯的手信 但是就不是一個便宜的手信 也挺貴的 朱古力之後 就到越南另一個名物 就是咖啡了 我就不懂怎樣去選咖啡 我也是買給朋友去做手信 這個是Cappuccino 是一個瓶子的Cappuccino 然後就買了一個是咖啡豆 因為有一個鄰居 他現在是考了咖啡師的牌 我就隨便買給他 我不懂選擇 然後我又不敢買很大包 就買了小小包給他 然後也買了一個給鄰居 咦?又是Cappuccino來的? 我不是鍾情Cappuccino 但是不小心 因為覺得包裝很有趣 這個是職容那種 TOTO就買了這三個 只是隨便選擇 還有買了一些盒裝 很可愛 一盒是110ml 2元一盒 它是有分小甜和純奶的 小甜這個有少少像混淡了的煉奶 喝下去挺搞笑的 那就買了少少回來 在越南的時候 我們吃了很多款不同的米子卷 然後其中一款 它裡面是包了這些 一條條的牛肉乾條 我就覺得它有點甜 然後是挺好吃的 還有去到越南一定要買的就是腰果 雖然我也不知道身邊有沒有朋友吃腰果 但是就買了一些送給樓下的康奸 因為他們經常都很幫到我收包裹 然後順風的哥哥 還有去到越南一定要狂買的不同的糞 我是買了很多很多很多款不同的糞 有些是雞的 有些是蟹的 然後有很正常的牛 這個應該是大家在香港經常都看到的 有些是拌的 有些是湯的 總之不同的是超級市場 看到有什麼款都帶了回來 我學會了這個粉 然後煲是牛的 如果是雞的話就會加 這個GA加 還有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蟹肉的一個味道 那就買了很多很多 令到它剛才大家一開始 以為我買了很多東西 就是他們了 沒有了 是這麼多了 這次是人生第一次去一個地方 完全想不到買什麼 沒有購物肉 不想搶錢去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去越南 然後貨幣又不是說 平時會有什麼要買 或者有朋友去會搶 所以我們是搶了很少錢 這麼多天我們加起來 連起來給酒店錢 一日團的錢是搶了6000港幣 所以有些地方 例如這裡 它是比較大規模 然後店鋪又比較漂亮 我就錄卡 是完全一個很省錢的旅行 如果你想出酒 然後又不想花很多錢 不想不停地買東西 越南是很適合你的 但是如果以一個購物狂來說 我都發掘不了什麼 真的有努力 但是可能我又沒有去一些 年輕女生去逛街的地方 漏了一個 找我們的模特兒 哈哈 這個越南小帽子 就是因為我剩下一點錢 在機場打算用它 那就買了一頂的越南帽 給Jopper和小吉 好可愛啊 是不是 完全沒有用的東西 但是很可愛 總之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 我今次去越南河內買了的戰利品 算不算戰利品呢 因為我覺得今次不是一戰 總之 少少地買了回來的東西 希望大家會喜歡看 也可以了解 原來去越南河內 有什麼可以買回來的 未必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我自己覺得今次不是一個 很澎湃的購物 但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買得多又分享 買得少都可以分享 是不是 唉唷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日南 初排和大家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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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